議事全體請起立 主席請就位 向國旗祭國父一向行三鞠躬禮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主席請副位 全體請坐下 縣長 副縣長 我們各局處長 還有各位議員同仁 各位媒體記者 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第十九次 第二十四處的林思佛 現在正式開始 在這裡 首先 請教育 我們很多議員同仁 有連任 有全跑道 所有相對 當然也有幾個議員 專跑道 不成功 希望他也要在這在立 總是身體更好 都有學部的機會 好老實說 我們對鄉親事大 動選到沒有 沒有動選 但是我相信 我們這次所有的議員 大家都很用心 去拿八成去學部 有動選的 繼續努力 繼續學部八成 沒有動選的 再接再立 我們現在請秘書長報告 召開本市臨時會的有關事項 報告事項 一 本會第十九屆 二十次臨時會 係依據地方自治法 第三十四條規定辦理 二 本市臨時會 議事日程 均一百一十年 十二月十二日 程序委員會議排定 即議員報到 預備會議 一讀會一天 審查議案三天 討論議案二三讀會 臨時動議一天 至十二月十九日 到十二月二十三日 共計五日 三 本市臨時會主要任務是 審議一百一十一年度 本縣總預算第一次追加局預算 及有關機關單位預算案 審議有關嘉義縣 加水在衛生管理知識條例修正草案 審議你辦理標售 嘉義市新務段一段 三八之四三八之十二地號 及嘉義縣大林鎮林頭段 林頭小段106之一地號 等三筆現有非公用土地一案 審議你報備拆除布袋裹腳之 多房間職務宿舍一座一案 及各業務單位定誤案 本次臨時會縣府提案 十七案 議員提交議案一案 討論事項 本次臨時會之一是忍排定 是否妥當請大會公決 假一號案二號案 須於本次會完成一堵 以上報告 好各位臨時會之一事 臨時會之一事日程表排定 是否妥當請大會公決 我們這次臨時會是 十二月十九到二十三號 所有的臨時會的內容 各位臨時會告什麼 沒有 沒有我們就這樣 假一號案 提案人縣長翁張良 案由 減送一百一十一年度 本縣總預算第一次追加解預算案 及有關機關單位預算案一案 請審議 辦法審議通過後 依法公佈執行 假一號案 各位臨時會告什麼案 沒有我們完成一堵 假副連心 假二號案 提案人縣長翁張良 案由 有關嘉義縣加水站 衛生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一案 請審議 辦法審議通過後 依地方制度法第26條規定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佈 各位臨時會告什麼 沒有我們完成一堵 假副連審 假三號案 一到十七我們交副連審 來一號案 一號案也是交副連審 臨時動議 來 來 來 謝謝 謝謝議長 市長這邊我想要再請 我們這邊提供資料 回饋金到今年 因為去年我們有說今年的預算 會增加分化的回饋金 那有說因為我們有調整 跟大和重新簽約之後 有調整那個回饋金的就是比例 那我想我這邊在專案小組 我也會再繼續召開喔 我要請環保局這邊提供資料說到底回饋金是多少 那我在定期會的時候開會 我有提出就是說希望說這一個部分監視器 因為陸草那邊第一個園景少 全鄉不到二十個園景 那整個鄉我覺得那個園景要負擔整個鄉的一些 資安交通的問題我覺得對他們是負荷 那那個監視器的部分如果可以增加的話 其實可以去幫忙警察很多 那我有提出這樣的需求 就陸草箱這邊有 其實我相信全縣都有很多很需要 那只是因為說陸草逢化爐的回饋金 我覺得應該優先使用在陸草箱的部分 那既然我們縣政府這邊回饋金的比例也會增加的話 我有這邊有跟陷警局已經有討論過了 就是大概目前各地方上提出的 有幾個地方是需要再增加設置的 那這邊就是請縣長在跟環保局這邊討論經費的問題 那是怎麼樣可以讓陸草箱這邊可以趕快去裝設完成 好不好因為我覺得這個對於警察方面是有幫助的 那既然回饋金的部分有增加 就應該優先使用在陸草箱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先是先提出這樣 然後到時候我們開專案小組會議的時候 或是後續的會議的時候 希望說可以一起完成這一個工作 局長OK嗎 議員我們會在跟警察局跟縣長這邊討論 這應該是還好 沒問題 縣長應該沒問題吧 好謝謝 好謝謝謝議長 來,林寅議員 謝謝 那個麻煩那個精華償齁齁 處長 你還記得那個電邪基金 電邪金 那我要瞭解一下電邪金已經到年度的 你們的使用狀況是怎樣 使用情形是怎樣 大會主席議長 我們各位議員 那有關那個應該是鄉長 你現在問的問題是問我們 縣政府有關於電協金 還是有關於 沒有就是縣府這邊電協金 它的你們拿到的這個 我們拿到的還沒有使用 我們的部分還沒使用 現在是那個嘉惠電廠的電協金 他們已經有在使用 是我們的部分比例比較小 但是也沒有 所以縣府這邊的是 目前還沒有在使用就對了 好 謝謝 那議長不好意思 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 跟議長所有的各科室主管 縣長還有我們的議員同仁 說聲謝謝 這一次的選戰上 真的大家很幫忙 謝謝大家 縣長謝謝你 那我也期待也懇請 在明年我們一個新的開始 對我們大明雄這個地區 我希望縣長多多的幫忙 多多的幫助我們 縣長我還是要跟你握個手 好 好來啊 我們議員 我們這裡的議員 今天還有 要再說嗎 沒有嗎 來來來 站在那裡 沒有 比較快的 沒有啦 是說大家比較短 沒關係 來 好啦 館長啊 我是說 先讓你知道一下 我們這邊這個縣府周周的四地重畫 到底你看是 做得起來做不起來 館長 你有了解嗎 你這個案子你有了解嗎 有 有了解 沒問題 你看多久做得起來 他們現在還是按照程序跟階段 那現在在收所謂的議員書的問題 這個議員書你看多久 也要有一個期間 我們開那麼多營燃營費 其實這段期間 包括營營期間 我接了很多鄉親的聽證 我是覺得你也是要 我不會說你們到底你們的想法是怎樣 我們的議員書的那個收集 也沒有期限 滿部的你們要50%的地主 跟50%的那個面積的那個 的那個 時分同意 你們到現在也沒有定一個時間表 議員我這樣講 我希望這邊的四地重畫還是堅持那個原則 就是所謂的公辦 所以我們也希望所有的鄉親可以配合 那由政府來做統籌性的規劃 那因為兩區很大 那兩區很大的話 實際上如果說個別分開辦 很多的介面可能會出現問題 不是 管政我是覺得你們要有一個時間表 你沒有拿時間表 有啦他們有程序 你們這樣子會遙遙無期 我是因為這段時間選戰 期間很大方式在發展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說你們 議員我是覺得你們也可以幫忙 促神幫忙說服 因為公家來辦 確實會比較好 管政 公家辦比較好 有比較好不比較好 我是不知道 因為輸人辦公 輸人辦比較好 公家辦公公 公家比較好 但是呢 好壞是鄉親他們的感受 那兩個問題 第一個當然我剛才講到的介面的問題 如果說分開辦的話 很多的工程介面可能會有問題 管政 不是啦 你們公家我們管府辦 那我都沒意見 我的意思就是說 鄉親的質疑就是 到底你們多久辦得起來 他有程序 現在按照程序再走 第二個是整個重化以後 重化以後的土地 我們可以增加憲庫的收入 我想這一點很清楚 這我都知道 管政 現在問題就是鄉親他們的質疑 就是說 到底是幾年辦得起來 因為我去參加薩明會的處理也在庭 有一個人家說 我以前還沒做 爸爸開始 現在已經做阿公了 以前的管主說 要做這個事 你從現在還沒做 所以 這是我們鄉親的心中 一個很大的疑慮 我還問 你處理也說 跟你的答覆一樣 整個沒有偷到阿 管政 都叫你的答覆一樣 就是照程序走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一個期限 你不能說 我們叫程序走 程序是十年 二十年還是三十年 沒有啦 不可能再久 那是你說的 我是跟你說管政 公家辦到十年 我們都沒有意見 只是說我們站在民意代表立場 是鄉親給我們歡迎 他們的疑慮是這樣子 你們憲府要辦 你們要跟人家講清楚 不能說阿公 這裡有程序走 來我講 現在將官的重劃 現在在進行的階段 邱惠院給你做雙明 好嗎 管政 這開口我都問幾個頭 他也沒辦法幫我打破 我現在跟你說 你知道管政 有這些問題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 就是鄉親 就是說 我有些地方在這裡的時候 我的重劃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參加 有些部分不參加 有些部分參加 一些細節問題 我覺得你們內部去討論 好 因為有很多陳情案 都跟你說這些問題 這方面可能副管政 會比較清楚 你過去城鄉的發展處 會處長 我是覺得說 這個部分 你們縣長室的部分 要介入 你不能把地震處 我告訴你 一定會有很多問題 邱惠院都有在跟我溝通 邱惠院都有在跟我討論 有討論 有討論什麼問題 但是管政 我跟你說 不要到最後的時候 產生很多問題的時候 你們才會後悔 不會有 對啦 整個大原則基本上 就是往公班的方向來走 當然現在收議院書 基本上這是一個程序 那我知道議員 你在說的 就是議院書 如果收不到50% 那怎麼辦 我想應該你會說這個 是啊 你這50% 是要多久的期間來 因為 你沒有一個期限 公司大會 地主有的 也是在那裡抽出 相關的重劃 應該有一些時間性的規定 應該有吧 來說明一下 跟議員報告 我們預定收重劃計畫書 是收到11月30號 但是都一直陸續要收 如果沒有收到五成 我們都一直要收 對啊 我問你 10天你收不到要怎麼辦 我們現在大概收到的 有超過兩成半了 對啦 現在問題是你要超過五成嘛 我們在努力再收收取 而且我們現在會到 每一戶都會去做說明 我知道你很努力啦 我說意思就是 萬部的五成收不到的時候怎麼辦 你不能遙遙無期 說10天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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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天 應該我們現在了解 應該是民眾地主還是很支持 應該我們會收不到 開了那麼多床 刷明費 我已經問過了 這個問題 我也跟副管理員提議過 我是覺得你們要 要有一個方向 包括一些人民的一些細節的陳情案 我是覺得你們要給鄉親 最大的一個權益 你們說我們的委員這樣 就沒辦法改變 不是這樣這種做法 好 先跟議員報告 好啦 我是說 管理員比較沒用 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說 管理員是裡面 這應該要有 你們要有一個 一個 互動 了解的聲音 不然 到時候一些鄉親 的權力受到 受損的時候 我們來不及補救啦 有一些細節啦 這樣好不好 那是副管理員啦 好 好 來 還有嗎 來來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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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長 好 謝謝主管 我現在想 請問 建設處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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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我很不明白 我想要了解說 我們島的那個 省足球 到底我們館政府 有花到錢嗎 有啊 發兩千多萬啊 發兩千多萬 對 有沒有通車了 有啊 就是上 就是前幾天啊 我也有去啊 我們副縣長去的 那是 那是 那是大便 他因為是藍橋北館 所以主辦單位 由大 大 營運線來主辦 還是大便鄉 他們主辦的啦 我每次都邀請的啦 我們橋樑 有一個慣例就是藍橋北館 我知道 這藍橋北館 我組 上一屆 我都在關心這間 是不是這樣 是 我在幕面部就說 為什麼藍橋北館來說 我們嘉義館政府 有花到錢 現在我不知道通車 邀請函的話 你們沒有嗎 我們也是收到 有收到啊 前幾天才收到的啊 前幾天才收到 對 包括議員議主辦單位是 營運線那邊 不是我們主辦的啦 不是你們主辦 可是在大嶺的方面的話 你不是去接牌 那是誰主辦的 那個我們是 因為縣長那天沒有 因為有事情 副縣長去啊 對對對 對啊 啊為什麼 最初沒有我這次 沒得到 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導應我真的不曉得說 那個 他沒有花給你 因為我們是被邀請的 不曉得我們自己 管理府的錢嗎 有啊就是花了兩千多萬 那我五千多萬 有把你們抖到錢 沒有啊 只是這個主辦單位是 大逼那個相公所 我不曉得 他沒有花給那個議員 啊為什麼奇怪呢 我來說說 顏色對什麼都不對 顏色不對什麼都不對 為什麼 顏色對的那些 他們都有去參加 好像我沒有去參加 為什麼 不好意思 真的 我這個 真的 我不會很曉得 因為真的是我們也是被邀請的 我們真的是被邀請 所以那天我沒有辦法去 所以我就拜託副縣長去參加 我是網路看到才知道說 原來黃嘉義館政府 我們所感動的花那五千 花那五千 花那五千 結果他們 我們邀請北廣我知道啊 因為整個主辦單位是婚姻管理兵 所以我們是共邀請去參加 對啊 也還斷了這邊這裡有接牌啊 那不是 斷了說有接牌 有 你們不是有去接牌嗎 也是通車店裡一起接牌的啦 對啊 可是我聽說是大臨主辦的啊 沒有啦真的啦 這是因為我們也是被邀請的啦 真的 我們每次 要給觀眾們就花錢 你們被邀請的話 你最初沒有的 為你們也要還要付款 是不是 所以現在大家在質疑啊 你無視做那麼多的議員 為不花到你們觀眾的錢 你都沒錢到感到的錢 我覺得很納悶啊 這一件是不是從上屆 那個張縣長時代的話 我就一直在關心這件事情 我知道 我知道藍橋北館啊 我做那幾天去玩 我才不知道說藍橋北館 所以我們一直在等 我們印度本來會說九百萬的 會心裡便在等候應 對 對啊 那後面後來有追加經費 因為拖太久了 那個物價上漲 啊引導也有拉長 所以變成兩千二啊 對啊 啊 政界你看政界多少 是 是 經年通車的 我們都沒有 連一點要車款都沒有 我們比鹽車還嫌 這樣他就不要過我們斷 不要過我們自己關的印度啊 我就不明白 這到底有什麼情形 顏色不對什麼都不對 這個報應我們以後要注意 因為真的我們是被邀請的 啊我也不曉得他沒有寄給議員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這個以後如果跨縣市這種東西 如果我們是被邀請 我們這會以後會特別注意 好啦 你們以後我們各局處 要記得就是說 是 有看到我們自己關政府的錢 每一個我們所有的議員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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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第三選區而已 第九位議員都叫他們參加啦 這樣啦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他們去那個 我們鄉親的五歲 是不是這樣 這次上一次我就在關心這件 我知道 我去想算不錯 我還要知道我們 八九百萬在那裡等人 是 就像我們帶領議戰一樣 以前原地整個月是怎樣 現在有人在知道 在外面說都他們自行處 這我們都沒話說 原地的帶領議戰的區域 也不是這樣 這福加幣很無人管 兼停車格的位 少之又少 之前的六千五百萬 不住普通 兼保障租 這我們都沒話說 上街露的帶領議戰的停車場的位 不然也要做得更好 一片荒蕪 停車就沒有超過五歲 是不是這樣 是 因為這個是因為物價上到 經費都給你 經費連這裡連你 等到一千五年就沒有 結果時間出來 跟我們設計完全都不一樣 我們之前那種的那些 大家都沒說過 現在的原色隊都他們在說過 那不是這樣 我們如果當選政司 揹大張呢 我們也是議員 不是議員 所以國際社會的處女 希望你們會記得這點 不管是我們 有黨不黨也好 黨選政司 都揹大張 薪水也都要揹大張 雖然你們的經費 顏色對什麼 什麼都對 你們的經費比較多 我沒話說 我希望現場 你所領得的 國際社會的 注意到這點 會去當選政司 大家都揹大張 謝謝你 好 這樣啦 好啦 我們各位局長 屬實來這些議員 大家都 民意的基礎 來做我們的議員 政府來說 對我們家議員的經費 大家都非常有幫助 希望國際社會 如果有活動的話 就盡量我們 會客戶來議員 來邀請一下 記得來 來 文中央來 議長 我們官長 副官長 各位 我們議局主管 和議員董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希望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的建設處女 過年要交了 有幾個問題 幾個道路問題 要請教一下 是 第一就是 英雄救 外賣救 交 進行港這次 這個工廠 當時要載電波 你說這個 就是馬祖大道 對 這個我們已經在設計了啦 因為這個 我們要到 差不多2億多的經費啦 那這個 這個經費 我們在計設當中 可能明年 才會花包施工 還在設計啦 對對對 明年3月份吧 比一六歲的那萬 3月份 可能有 有困難 因為這個2億多 他公路總值還要省 不是喔 只有我們省過而已 這個公路總值還會省 我今天有進日氣色 這個 因為2億多的經費 比較多 所以 這設計會比較慢 這樣大概 什麼時候 我是希望說明年中 之前可以 可以來花包施工啊 喔 可以抓緊時間啦 是 因為這條路大家抱怨 很嚴重 我知道 這因為以前的寬品說 補補不好使 所以我們脫整條的 做的精力啦 好 再來 15角 鑼仔大 中針球到鑼仔這次 這 這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報前章 我要回去再查看看啦 這條有過嗎 2,250萬 對對 有前章 不是只有這條而已啦 還有其他香道 是 這當時我就改選 差不多明年 因為現在已經核定啦 我們在修正計畫過去的話 我們會用開口氣味來做 可能 三四月應該可以完成 因為這個是只有路面而已啦 三四月 再來16數呢 16數已經發包處理了 對 發包處理當時我就 我們現在等 因為你知道現在自來水 淨水廠在進場施工啦 我們要配合他們的工程 我們就協調過了 你家庭自己要好了嗎 他現在還有 他還有四五個陰性大小 要施工的 所以我們實程 預計 我們希望說 農曆年過後可以開工啦 可是 要跟他們實程再檢查看看 因為 我們的工程已經發包了 現在單煮來水 因為煮來水 他們會進水廠 要去大潭進水廠 所以 大股工啦 所以 我們要等他完工我們才進場 好 我們還有一條 加67算 細部規劃還有什麼 有 你用啊 現在差不多要 要告期末報告 如果我們 那個設計審查完 我們會到 去跟中央要那個工程經費 好 謝謝 好 那了解 好 幹麼有 沒有 來 鄉庭 建設處處長 不好意思那個我想要請教一下 現在我們的那個兒童郵劇啊 很像已經面臨到要拆除的期限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很多那個工程的部分 現在都 剛才說這些郵劇 要拆除 很多家長都在反映說 這就是 一些郵劑很多就是一些 看規格不符合規定了啦 因為以前做的那個規定 現在那個法規有在改 所以以前做的 除了有損壞以外 而且他 一對規定也有 跟現在法規不符合一樣 我們就在修正 那至於是不是壞掉 要重新做 我們要看 因為現場的原則上 要有人使用啦 真的有人使用了 我們不會去進來 學校的部分 大概他們有去爭取相關的經費 中心還要來做 可是我們 吉他在學校以外的工程 那我發現 就是目前有發現到 很多現在 直接用封鎖線 把你圍起來 因為都說一定期限 然後都沒有符合現在的法規 所以看得到 使用不到 然後現在 大家 現在在地方 家庭現在都歡迎說 啊這個 聽到之後 啊 或是又不買重新 又整個 我的小孩 他也沒有地方去玩 這是完全影響到 兒童的遊戲權啊 那個報議員 你們沒有去做一個 無縫接軌的規劃嗎 你如果 如果地點可以給我們再去看看 因為我知道很多 現在很多地點就是 因為新的規範 它符合規定 你們沒有去盤點說 整個全嘉義線 這樣子不符合法規的郵局 有多少嗎 有 現在不是只有我們建設處 也有學校的也有啊 對啊 都很多啊 學校他們很少就在規劃了 對啊 我們現在目前有十幾個 我們現在公園裡面有十幾個 現在目前也是在慢慢改善 剩下沒幾個啦 所以跟議員報告 最上的報告 我到時候再跟你講 好 OK 另外我想要問一下 那個社會局局長 我們那個水上香的親子館 你現在目前 整個進度到哪裡了 跟議員報告 那我們那個水上地區 就是評估我們水上的那個幼兒數 那我們原來就有提要設立脫嬰中心 那因為後來因為那個交通的問題 所以我們申請測案 那我們下一期第四期的那個前瞻計畫 是在1月30號以前可以提報 所以我們現在在相關 也跟議員這邊在 就那個相關的位置有討論過 我們原本的地點是在我們水上 那個正義地下道旁邊 對地下道 那腳路就不好 那腳路不好 對對 所以我們本來就有申請 因為我們後來有重新再去檢討 討論想說現在目前的舊公所 這個腹地 它是很適合的 所以你應該是用這個地方 來去整個 然後趕快提報計畫 因為時間也都快到了 劉香長也是跟我們這樣講 那之前也跟議員討論 也是用這一塊土地 那前瞻的騎乘是在1月31號 所以我們有掌握這樣子的騎乘 所以來得及嗎 來得及 好 謝謝 好 謝謝 議長 謝謝 好 我們今天來 來 鄉親來 謝謝議長 我請教社會局局長一下 有關於本席 有提出那個做月子津貼每次1萬元 那我現在收到公文的回覆說 發放產婦月子津貼 將現實弱勢家庭資格放寬到早產 早聊或其他符合資格身份者 那其他符合那個符合資格身份者是 是涵中低收低收嗎 做月子的部分 其實是我們是到家幫那個弱勢家庭去 做這樣子的一個做月子 所以包括就是我們月少到家裡面去 那我們今年是開始辦理 辦理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福利工作 那包括是我們社工的相關的個案 對我是說就是受惠的 做放寬的資格到早產早聊 那還有含中低收的婦女嗎 對 中低收還有一些特殊個案 特殊個案 對 那他們的就是做月子今天的內容 除了就是月少到府幫忙 那還有什麼 就月少到府幫他就是怎麼樣 教他怎麼樣照顧小baby 然後還有做月子 對對還有幫他做月子 幫他做月子那食材部分是誰 食材的部分是我們自己他們要付 但是不會是很多的 所以我們平均算下來一個負擔 所以這個服務其實只是多一個人力 那其實對婦女的一些營養補充 縣府目前還是沒有 如果說他是弱勢家庭的話 弱勢家庭我們還是沒有 我們會連結我們的物資銀行 跟相關的一個那個生活 那個救助的相關的一個資源 我們會一起做結合嗎 對我們會一起做評估 對 所以我們脆弱家庭 我們的社工一定會就 這個家庭的一個需求來聯合去做評估 那個脆弱家庭的平日的那個 就是照護還有食物銀行的連結 那個是一定的 我是說在做月子這個環節 因為通常女人做月子都是特別需要一些重要的補品 然後 特殊營養品 對 我是說針對這部分 我們對弱勢家庭有特別的做加強 我們會是他的個案需求 給他連結特殊的營養品 從什麼時候開始 去年我們開始來做這件事情 這樣子的社會福利 我們從去年 那我們委託我們的那個保母協會 他們來做 那要去幫忙去做月子的話 我們還要做訓練 就是這些月少還是要了解我們相關的社會福利 所以他在服務過程裡面 跟我們社工來合作 如果說有需要連結相關資源 那社工會來服務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的月嫂跟社會局 就會都主動去做一個食物連結 提供給這些弱勢的婦女 因為那個案子也是我們請 那個月嫂過去的 好 那我後續會再追蹤 好 謝謝 好 好 我們今天會到這裡結束 來 各位議員 憲法議局主管 本次臨時會審查議案的時間 定於明天上午10點 請那個本會的議員 還有憲法議局主管 還有媒體朋友 好來準時參加 謝謝 我們的 timer 我們 bodies 啟 никак 好的 您 正 Ч